中国有几亿农民啊,出去做农民工去了,去经商办企业去了,你比如我们浙江的话,很多农民都去做生意去了,是吧? 这个也不光浙江,你像安徽啊,河南啊,很多农民就出去做生意去了,是吧?你比如收费品,是吧? 收费品也是生意啊,大小都是老板啊,对吧?你不管是去做农民工也好,还是去做生意也好,按照温铁军教授的观点就是,你作为一个农民的话,没在家老老实实种地,是吧? 嗯,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就这些人虽然到外面做工去,或者做生意去,他们的地都没有荒起来,他们的地都种得好好的呢,没荒起来 如果说这些农民去做农民工去,或者做生意去,把他们的地荒起来呢,那肯定不对,是吧? 关键他们的地都种得好好的呢,没荒起来,你要地荒起来,那土地资源巨大浪费,那肯定不对,是吧? 关键这些农民的地啊,种得好好的呢,那肯定种得好好的,这毫无疑问啊 你去做农民工去,你爸在啊,你爸在老家,你爸年纪大了,他要去打工,别人也不见得要啊,对吧? 也就是老头不在了,老头不在了,你给你兄弟种啊,对吧? 你那地荒不了啊,没兄弟啊,没兄弟,堂兄弟也行啊,表兄弟也行啊,对吧? 你那地,他们抢得重呢,对吧? 怎么就就就会荒起来,怎么可能荒起来啊? 啊,你孤儿啊,跟司马南一样是孤儿啊,啊,没有兄弟,没有堂兄弟,没有表兄弟 那你要去打工也高高兴兴去打工,你那点地你别吵醒 你在外面打工三年不回来,五年不回来,你一回来,你去你的地去看看 照样种的好好的 为什么,为什么很简单啊? 那农村的农民的话,老农民的话 他看见地慌着他也受不了,难受啊 慌着他,你不种他必须帮你种啊 回来他还得请你吃饭,对吧? 因为他种你地了 他必须这个给你地好处啊 那必须的呀 实在一点好处没有呢 那总得请你吃顿饭,说两句好听的给你听听,对吧? 这个,我在农村长大,这些,对吧? 这些东西我非常了解 地慌不了,你是孤儿里,慌不了 农村里,孤老头,孤老太,抢着替你种,是吧? 也就是说啊,这个极异农民啊 去做农民工,去做生意也好 土地并没有比荒起来 这个土地没有比浪费 是吧? 这一点的话,我必须强调一下 但你要按温教授说的就是说 这个农民就该在家好好种地 中国有多少农民你知道吧? 九亿农民 我不知道九亿还是八亿,是吧? 反正中国在农村的那都是农民啊 基本上都是农民啊 中国哪有那么多地种啊 对吧? 也就是说的话 中国土地不多 不需要九亿农民 对吧? 就是你如果说九亿农民 独在农村种地的话 这本身就造成了农民的 这个能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对吧? 因为 那么多人的 那么多农民的 土地一分的话 家家户户没多少土地啊 农村叫口粮田 就是说你种起来那点 就够家里几个人吃啊 都也多不了几百斤啊 怎么靠种地自负啊 对吧? 你不能看那个美国农民有钱 加拿大农民有钱 那比工人有钱多了 美国采多少人口啊 加拿大采多少人口啊 是吧? 美国一个农场主 几千亩地 几万亩地 想不富都难 是吧? 咱们人均采多少地啊 怎么通过种地自负啊 我就想请教一下温铁军教授 你给中国农民想想办法 怎么样通过种地自负 是吧? 你想得出来吗? 就一农民都想不出来 怎么你问铁军教授就能想出办法来 怎么可能嘛 对吧? 就说的话 这个农民啊 有那么多农民 去通过做农民工 去做生意 脱贫自负 这个非常好啊 这是一件大好事啊 这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啊 怎么到你温铁军教授嘴里 这都成问题了 是吧? 这个你 按你一时九亿农民 都该好好待在农村 好好种地 那不就是人力资年巨大浪费吗? 就这点地 那十分之一的人口 都嫌多 是吧? 九亿啊 那不就能力资年巨大浪费了吗? 对吧? 那你起码浪费是不对的 对吧? 你说破天浪费也不对啊 所以说的话 这个几亿农民出去做农民工啊 去那个做生意 这太好了 起码的话 农民脱贫自负啊 这大好事啊 怎么着你非觉得要通过种地自负 因为中国人均根地那么少 你还通过种地自负 这个难度几乎就是 几乎都不可能做到 是吧? 当然国家应该补贴部分 这个是有道理的 对吧? 这个种人参果 谁说种人参果 人参果吃了长生不饿 那一个人参果得卖多少钱 是吧? 种人参果 种人参果那是正元大仙 那是农民吗? 人家是帝先之主啊 有正元大仙的话 那这西天炉雷都得让我三分 对吧? 你 那正元大仙多厉害啊 圣悟空都不是他对手啊 对吧? 如果不是后来观音出手的话 那唐僧师徒就卡那里了 圣悟空哪是正元大仙对手 那正元大仙那个帝先之主 所以人家才能种人参果 你别人怎么种啊 你让农民怎么种啊 农生果 对啊 就是你这个温铁军教授啊 就是说他那个思想吧 的确有那个机械僵化的一面 是吧? 也比较迂腐 可能严寂大了的远古 是吧? 总是就是觉得农民就应该好好种地 你不好好种地就不对 是吧? 总共9亿农民啊 都好好种地 那么人力资源巨大浪费 用得着9亿农民吗? 9000万都够了 9000万都多了 是吧? 那你看美国 加拿大土地那么多 他们才多少农民啊 对吧 你这个 你能力资源巨大浪费 你这个不是浪费啊 对吧 再说这些农民出去 不管去做农民工还是做生意的话 他那个地没荒起来啊 没有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啊 对吧 你还 这也不满意 那也不满意 这没道理嘛 对吧 农民就该通过种地自负 那你就要教农民啊 对吧 你也教不了农民种人生果吧 你要能教农民种人生果 那你挣源大先啊 那圣武空都不是你对手啊 对吧 你也不是啊 你要是挣源大先 对吧 你显然不是挣源大先嘛 所以说你那个思想 的确有过于那个空想化的一面 是吧 迂腐的一面 啊 所以说的话 我就 我前两天一个视频也是批评温铁军教授的 对吧 有个温铁军粉丝跟我说 你一批评司马南教授就算了 你连温铁军教授都敢批评 敢啊 有什么不敢的 咋有你怕什么 暴力在咱们这里呢 是吧 你说我这视频说的话 拿去说错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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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